1.光浦仪 光浦仪 光浦仪又稱分光光度計 常用來測定容易對特定波長的吸光值 藉此計算出容易中某物質的濃度 1.光浦仪的種類 光浦仪依照光源不同而分類 常見的有魯素燈的可見光光浦仪 高壓氫或刀氣燈的紫外光光浦仪 仙氣燈的全波長光浦仪 即可偵測冷光或螢光的冷光或螢光光浦仪 近年更發展出一次可偵測多個樣本的微量盤光浦仪 而只需一微深microliter以下的樣本 就可偵測的懸臂式或微筆色管式奈米光浦仪 2.筆色管或微量盤的選擇 使用光浦仪偵測 需依照樣本的種類及體積大小 選擇不同材質或外型的筆色管或微量盤 玻璃或塑膠材質因本身會吸收紫外光 只適用可見光波長的偵測 食音或壓克力材質則可適用全波長的偵測 筆色管的外型有標準型、Y型 奈米光浦仪的微筆色管內部則經過專利設計 並需依照樣本的種類及濃度選擇上蓋 微量盤有6孔、24孔、64孔、96孔及384孔等不同規格 也有透明、白盤、黑盤及灰盤等不同選擇 測定時筆色管或微量盤上應避免有氣泡、霧氣或刮痕 使用前後請務必將它清洗乾淨 並用蒸餾水潤吸即便內部 然後用試鏡紙小心地試鏡它的透光面 倒置在吸水紙上晾乾備用 3.光浦仪的操作 A.現在為您示範全波長微筆色管式奈米光浦仪的操作方法 1.打開防塵套 進空筆色管插槽 2.打開不斷電裝置及機器電源 讓機器自動開啟自我檢測功能 3.檢測結束 若可正常使用 一晶面板會進到主選單畫面 此時請放入筆色管 注意光源由右至左 筆色管的透光面必須入色光的方向垂直 筆色管上的金屬橫桿朝向 請依照原廠說明書的指示 廠牌字樣固定朝向自己 4.請依照樣本的種類 選擇適當的上蓋 若是雙骨DNA 請選擇光徑1mm的上蓋 若是RNA或蛋白質 請選擇光徑0.2mm的上蓋 5.依照搭配的筆色管規格 決定適用的樣本體積 這裡以兩維生Microliter為例 6.吸取兩維生蒸餾水或不含帶側霧的空白容易 加入筆色管頂端凹槽內 避免產生氣泡 注意 手可以靠在桌面 並用另外一隻手撐住 避免發抖或瞄不準而溢出 7.蓋上上蓋 確認上蓋的凹槽完全掛在金屬橫桿上 形成密閉空間 8.進行參數設定 先用數字鍵選擇主選單 到達代測樣本種類的參數設定頁面 若是測量雙骨DNA 連續按3個1即可進入 然後再用上下左右鍵選擇參數或移動游標進行修改 不同的上蓋對應不同的標準光徑換算係數 每個上蓋都有表示出來 雙骨DNA和RNA常用的參數設定值如列表 核酸濃度就可由所測到的吸光值求出 核酸濃度mcg per mm 等於在波長260nm的吸光值 乘以標準光徑換算係數 乘以濃度換算係數 因為樣本沒有經過稀釋 稀釋係數維持1.000 若有經過稀釋就要修改 以便機器幫你換算成圓濃度 使用微筆色管時 因光徑較短 吸光值較低 容易受背景值影響造成誤差 最好要扣除背景值 9. 參數設定好後按OK鍵 進入測定畫面 10. 按空白鍵或對照鍵歸零 11. 拿下上蓋 以試鏡子試鏡上蓋內 及筆色管頂端凹槽上的蒸餾水或空白容易 12. 將樣本容易震盪均勻 吸取兩維深加入筆色管頂端凹槽內 避免產生氣泡 13. 蓋上上蓋 確認上蓋的凹槽完全掛在金屬橫桿上 形成密閉空間 14. 按OK鍵測定等待數值穩定 15. 以手機拍照紀錄 16. 拿下上蓋 以試鏡子試鏡上蓋內及筆色管頂端凹槽上的樣本 17. 試鏡後便可以繼續進行下一個樣本的測定 18. 使用完畢 上蓋內及筆色管頂端凹槽上 分別再以兩維深蒸餾水滴一次 再以試鏡子試鏡 19. 然後將上蓋及筆色管放回保存盒中 至乾燥箱內收藏 20. 將機器的畫面推出至主選單畫面後 關機 蓋上防塵套 21. 每月保養一次 吸取79%酒精容易 滴在上蓋內及筆色管頂端凹槽上 以試鏡子試鏡 B. 現在為您示範 全波長微量盤光譜儀的操作方法 1. 打開防塵套 打開機器的開關 在微量盤底座吐出 完成開機 2. 打開連接的電腦 並開啟軟體 3. 點選設定選單 設定所需的波長 讀取的孔洞範圍 讀取前的震盪時間 提機校正功能及其他相關參數 4. 放入含有樣本的微量盤 手要避免碰觸到微量盤底部 每個孔洞內的液體體積 不可以超過孔洞體積的四分之三 96孔盤最多只能檢測200mL 以免快速行進時 建出液體 損壞內部零件 萬一發生時 需要立即擦拭 5. 接著在軟體上按讀取 6. 微量盤會自動進入機器內並震盪數次 然後進行測定 等待數值穩定 在電腦螢幕顯示出測定的結果 7. 以手機拍照記錄或從電腦匯出數據處理 8. 測定結束時微量盤會吐出 記得要拿走 並按面板上的抽屜鍵 將微量盤底座收回機器內 9. 若重複開開關關機器 反而會傷害機器 可以在下班或假日使用完畢 再關閉軟體及機器 並蓋上防塵套 以上就是光譜儀的操作示範 感謝您的收看